台湾3号上午7点58分 发生瑞士规模7.2强震 截至中午已经造成四人不幸罹难 上百人受伤 而距离镇央最近的花莲首当其冲 成为受创最严重的地方 花莲市区两栋高楼民房倾斜毁损 救难人员正持续将大楼内受困民众救出 苏华公路大清水隧道北侧长约20公尺清水桥 眼影墙正摇晃 路面掉落 连路基也完全消失 铁路方面在汉本与和平之间 巨大落实杂重铁轨 造成铁轨弯曲 宜兰郊西到花莲凤林路段无法通行 使得目前花莲对外的铁公路完全中断 蛟龙部长王国才表示 台铁预估明天首班车可以抢通西正线 明天中午抢通东正线 恢复双线行车 不过大清水隧道前的公路修复需要一段时间 加上余政不断 暂时无法预估公旗 苏华公路 台九线161公里处 由大货车驾驶遭落实杂重 抢救不治 此外 花莲泰鲁阁步道与德卡伦步道 也传出游客被落实杂重造成伤亡 目前已知有两人不幸罹难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 各自货转发射 主策